3月8吃春芽到了这初春的时节 恰好是香醇的最佳时节 今天就香醇当家 家常烧豆腐有了香醇的加盟 豆香中更增加了一份浓郁的香气 当香醇的清新爽口与笔管鱼的嫩滑鲜香 同时咬入口中时 您一定会感觉到春天的到来 想要把香醇做的既美味更健康 有哪些关键不能忘 营养专家告诉您 品尝春天的味道就在本周当家餐 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那时候看的就是每天带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老板现在有一句古话 说三月八吃春芽 正好是农历三月的时候 也就是吃香醇最好的季节 那么在这样一个香醇最好的季节 就让香醇来做本周的当家菜 今天来给您请来一位大厨 教我们做香醇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欢迎刘大厨 欢迎你刘厨 大家好 今天要吃刘厨给我们做的香醇了 那么关于香醇呢 其实我们大家对它都很熟悉的总吃 可是它里面有多少燃养价值呢 该怎么吃才能吃得更健康呢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也要健康老师 顾平 顾老师 欢迎你顾老师 大家好 这个季节啊 我觉得一看到香醇呢 就想到了好多好多这季的应激菜 包括什么香醇呢 包括我们吃的季菜啊 等等 这个马齿馅 还有我们的面条菜 很多 都那么好 你知道一到这个春天的时候呢 好像是香醇带着这个春风一起吹进了我们的生活 对对 那做它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很多方法 对 有很多吃啊 比如说炒啊 炒啊 炒啊 都可以 那咱今天怎么吃的 那今天做一个虾仁香醇烧豆腐 第一道菜 虾仁香醇烧豆腐 把香醇交给您 我得先问一下刘大厨 我先问一下顾老师 考考您 你说这个香醇摆在这边 这个光看颜色 其实感觉挑起来它也挺复杂的 您说说您有没有什么生活的技巧 您怎么挑它 一般呢 像香醇呢 我肯定选那个酸嫩酸嫩的 比如说那个小牙长得很好的 你看 保留完整的小牙的 就这个位置的 就这个位置的 你看 而且我喜欢挑红颜色的 就这个位置 对 这个位置一定要有 而且我喜欢这种红色的香醇 红红的感觉 问问专业的大厨 刘大厨 你们平时挑春芽的时候 怎么来挑它 我们挑春芽吧 要看它的颜色 颜色 光亮 要泛光的那种 不光的颜色 要深 再也是看它的叶吧 不要撑开的 就叶是还在圈着的 就是卷 有点就是 就像一个要发 就这个牙要发还没发 然后准备发的状态 对 那我觉得你看你这边 就是没开的比较多 我这个现在来讲 就没有这个好 你看这边 都有点微微发卷的样子 对 对对 这个很长经验 四行飞行的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 你看它这个 看你根 这个筋的位置 最硬手 掐一下 脆 特别脆 这就是比较嫩的 水量比较多 你看包括你这样掰它 你会发现 这个生意都是很清脆 这就证明很嫩很嫩的样 哎呦 你看挑春芽的这个技巧 你学会了 才能出来好的菜品 那大厨 咱现在开始正式的处理一下 我们的香春 好 好 我们先给香春 穿下水 我感觉啊 在家里面做香春 好像老百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是 都要焯水 对没错没错 对我给它洗个澡 用个锅水 没错 我想问一下 那个刘大叔 咱们之间焯水 主要是为了什么样 一个烹饪的目的呢 第一个 是个香春里边 含有种叫亚酸消炎的 一搓水呢 给它去除 您考虑到营养 所以才焯水 我们如果烫它的话 能够 消除 可以的 能消除 因为硝酸盐呢 很容易溶解于水当中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都是溶于水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 在废水当中 焯一分钟 那么就能去除 三分之二的硝酸盐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大家在家里面 处理这个香春会发现 如果我们用凉水 反正它是溶于油的 凉水反复的淘洗 不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定要烫它一下 但是呢 这样呢 就会破坏营养素 所以呢 最好就是废水当中 然后呢 焯一分钟就可以了 废水焯一分钟 香春芽当中一些 原本的我们水溶性的 维生素都可以保留 然后我们再干什么呢 我们再给它 接着拿出来 再烹饪 那么营养素损失比较少 你看 比你焯水焯水呢 要好很多 没错 就在我们说话前 这才多少 也就一分钟左右 我们的刘大厨 就把它捞出来了 这是还带着那个 浓浓的清香的味道 对 香春那个味儿太好玩了 是不是 焯水其实没有关系的 我们很多人呢 觉得哎呀 一焯水以后 我们的 是不是里面的营养素 就损失了 尤其是香味会不会损失 其实不会的 香春它如果焯完水以后 反而更香了 那个味道呢 会更香 的确 因为它是油 香味是来自于香春当中 一些香精油 它是油状的 它不会容易水当中 所以香味可以保留 不用担心 这边大厨啊 要把这个夏日 也简单的烫一下 好嘞 你看这边香车啊 烫好了之后呢 比刚才 就绿了 要绿一些 要软一点 是 把根给它去掉 对 这个味道又切开的时候 又 香味就出来了 又溢出来 真太好了 这样一段段的 一小段一小段的感觉 切开 其实刘大厨啊 你看我们大家老百姓说 三月八 吃春芽 您观察这个春芽 香春啊 它最好的季节 是什么时候 应该在古雨前后 古雨前后 对 对 季雨前是最好的 季雨时节是最好的 最好的 没错 也有一句古话说 这个古雨前啊 雨前的香春 内如芽 内如芽 对 雨后的香春呢 口感就不好了 就是咬起来的时候呢 就纤维比较粗糙 这季节 不吃它 遗憾 也是遗憾的 而且呢 这个香春芽 到了四月中心以后呢 最好也就别吃了 因为再往后吃呢 它的这个硝酸盐的含量啊 就会相当相当多 所以就不符合 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 又是粮农组织啊 给咱们的定的标准 就硝酸盐的含量 不许高了 没错 老了不能吃 所以说一年啊 就这个季节 最适合我们吃香春 不吃是会后悔的 怎么吃呢 今天教你做虾仁 然后香春 烧豆腐 先把这个豆腐的煎一下 煎一煎 咱今天用的是老豆腐 就是北方的这种豆腐 煎一煎 这个煎的时候 我们不加蛋液之类的吗 直接干煎 直接煎一下 好 用一个平底锅 用的油呢 也是煎个生日带 给您推荐的 那就是青岛湖姬花的古发小炸花生油 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因为是用古代压炸油的工艺做出来的 非常适合家庭烹饪 你在家里的时候呢 也能试一试青岛湖姬花的古发小炸花生油 来回晃晃锅 其实我想问一下刘初 咱们在家里面要吃香春的话 我们一般除了凉拌之外 然后除了做饺子馅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吃法 给大家推荐几种好不好 除了咱今天这种也 可以腌 可以炸 腌和炸 也可以收 它也能炸吗 就直接把它放在油锅中 要挂一层薄薄的货 可以配别的东西炸也可以 就像炸天佛罗时候那种炸食材的感觉 也很好吃的 可是刚才刘初告诉我们说 它也能腌 你知道我会觉得害怕的 因为刚才顾老师跟我们说 它里面有亚硝酸盐 一说这个我就觉得 咸菜中是不是就有亚硝酸盐 这个本来就有亚硝酸盐 然后你再拿去腌 那不就等于是双倍的亚硝酸盐就进肚子了 是啊 因为咱们本身的香春芽在吃的时候 我们就要之前焯水 而且腌的时候也有个时间限制 比如说像腌香酸盐 三到四天的香酸盐是不能吃的 你要放在那儿使日腌 它的硝酸盐含量 会在四五天的时候 升到一个很高的浓度 那么这个时候吃了以后就会冲毒了 真的硝酸盐含量就过多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一星期以后 因为一个星期以后的香酸盐 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 一年四季你就可以吃了 就是彻彻底底的保证时间 香酸盐的含量都会骤然下降的 非常好 所以我们只要不吃爆烟的香酸盐就可以了 别怕 别怕 今天既然说烧豆腐 我看大厨这边已经给豆腐翻面了 咱这边要煎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再把它翻面呢 煎成金黄色 就是金黄色 咱既然是烧豆腐 这一道菜是不是也是那种一点点浓的酱汁 然后会被豆腐煎过的皮要吸进去的感觉 我超喜欢豆腐就那种口感 外面呢 浓浓的汁 里面那个豆香 哎呦超足的 尤其是呢 它这种豆腐呢 经过煎以后 它有个煎的香味 然后再吸点香酸盐的味道 肯定还是非常棒的 的确 现在大厨呢 给我们大家反复的煎着 这个两面都要煎到一样的程度 一样的程度 咱有金黄色 两面都成这种 金黄色 好 现在准备个豆腐吧 基本上煎好了 给它加一点水 现在要加汤了 加点汤 您今天豆腐也不提前腌的是吧 不腌 因为我们要微嘛 要烧 劈的啪啦劈的啪啦的 因为呢 底部这个锅呀 还是挺热的 咱们的香醇 这时候就撒香醇了开始 要它味道完 我让它溶进去 哇 这个时候一撒香醇呢 经过这个热气这么一催发它 这个味道真的我个人太喜欢了 现在给它调味 好 加点盐 香味已经出来了 来点盐 调一调味道 味精 好 还稍微来点酱油 嗯 我觉得有的说这豆腐也不能太素的颜色 对 上上颜色也蛮好的 这个酱油 用了大概一大汤匙酱油 好 这时候底部的火力我看您用的是旺火 现在给小火稍微烧一下 让它的豆腐味道往完它融入了豆腐内部去 用小火慢慢的煤着 那其实我看今天这个搭配好老师 我个人觉得是一种绝配 你看有豆香再加上香春的清香 那顾老师这个在营养上来讲 有没有一些香得益彰的效果 可以的 因为咱们香春呢 含钙也是很高的 豆腐含钙也很高 那么他们俩搭配呢 应该是绝配 都是补钙的佳品 补钙 之前的时候我们就超过水了 那么因此呢一个是补钙的 另外呢也比较符合我们荤素搭配 那么你看现在配合放了一点虾仁 虾仁放进去 这个虾仁本身也是有钙的 对有钙的 而且呢这个香春呢 它还有这个清热卸火的效果 那么豆腐呢也是有一点的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呢 我们容易上火 你看比较燥一些 温度高 所以呢吃一点这道菜呢 是非常拜火的 的确 在春天里啊 我们大家都喜欢呢 出去户外活动一下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 可能说你沉睡一冬天这个肌肉 沉睡一冬天这个骨壳 冷不定那么一活动 由于缺乏钙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变大损伤 对损伤 而且呢比较容易酸痛 酸软 没错 那这个季节不不钙 有多重要你是知道的 好 我看快好了 您来点就是 生肥 欠汁 来点抢汁 烧的菜好像最后都收收欠汁 没错 浓厚一些 这个菜呢好像没大有汤 我觉得大厨您这道菜不仅是没有汤 而且很清淡 对 非常清淡 味道很濃 对啊 你看它清 但是清淡 但是它不是无味的 对 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我刚才想象呢 可能还得再这样弄面 没错没错 其实就是放一点油 煎煎豆腐 小火煎一煎 然后呢 我们就放一点汁 让它收就可以了 没错 春季的养生餐之一 给您推荐的是虾仁 然后还有香春 香春 烧的豆腐 好嘞 给它出锅 今天这顿饭 在开餐之前 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做菜的话 主妇会忍不住的 先吃一口 先吃一口 再多上桌子 香味实在是太蓬皮了 好嘞 一份简单的 家常的春天里的一个石令小菜 已经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现在趁着整个好 这个春天那么好的春风 一起享受这个 很有春天气息的菜吧 大叔 一起 好 这道菜真是家常 是啊 很香 味道很香 香春味很香 这个豆腐煎出来 咱们想要的感觉了 就是说外皮呢 是那一层层 比较皱巴巴的小皮 然后有那个香春的香味 里面那个豆腐 那个豆香味超足 是 好吃 其实我真的觉得好 这道菜呢 是能够充分的体现出 这个海水豆腐 那个老豆腐本身 那个豆香味 而且香春呢 它本身也带的稍微有点苦头 我们的这个豆腐呢 也是有点苦头 的确 还是非常搭的 有点苦的 这个香春 但是说实话 这个香春咬在嘴中啊 也是嫩嫩的口感 嫩嫩的 好吃 而且这个香味 充满了整个鼻腔了 3月8吃春芽 今天呢我们也算是要吃了一个 本季最时令的菜了 不过这光一种吃法呢 可能你觉得不满意 那今天呢刘大舌带来第二个菜了 也是用香春做的 对 什么名字呢 香春炸笔管鱼 香春炸笔管鱼 海鲜 配香春 怎么做 一块刘厨再告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在给你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3月8吃春芽 这是老百姓的一句古话 而现在呢正好是农历三月的时间 春芽呢已经上市了 今天啊给大家请来的是 顾老师和刘大厨 一起呢叫大家做香春 这第二道菜是一道炸的菜 对 说出名字 刘大厨 香春炸笔管鱼 香春炸笔管鱼 香春交给您 海德是第一步 咱给他 炒水 炒水 这个炒水啊 刚才刘大厨告诉 主要是考虑营养 对 考虑到它的硝酸盐 对我们食品安全这一块呢有问题 那么大家呢其实不用担心 像香春这个呢 它的硝酸盐的含量呢 大概就是每公斤啊 才能达到30毫克 所以没有问题的 只要是焯水以后呢 应该相对安全 没错 一般的香春很少有人吃到一公斤 所以呢这个量呢不至于中毒 那其实刚才顾老师也告诉我们 这个焯的时间好 不能 一分钟 不能太久了 不要太久了 一分钟 太久了以后呢 这个香春芽里面的维生素C就跑掉了 另外还有B组维生素 那其实顾老师我们有的时候 腌这个咸菜的时候 如果是别的蔬菜 我们可能直接就放在盐就腌上了 是 而我们这个香春如果是腌它 得先焯水 也得焯水 对 这是第一步 香春呢你不论怎么自作 比如说我要腌咸菜 还是呢你比如我们春天的香春芽 一年四季都吃不着了 的确 可能我们冬天的时候呢 喜欢把它冻冰箱里 之前你也要焯水 焯完水以后呢 我把香春芽呢会冻起来 冬天的时候给它切成丁 我们依旧可以炖菜吃 总之只要是你吃香春的时候 你先想个第一个步就是先的焯水 对 然后呢再想着你各种煎炒烹炸 好 这边大厨呢给它焯了一分钟时间 咱今天给它改到什么样的刀呢 切成末 碎末吧 哎 哎这就很像做凉拌菜了 你这边呢是把它根全都去掉 哎 根去掉 嗯 其实其实我们大厨朋友呢 喜欢把根都没有了 嗯 没错 其实我们平常老百姓在家里做呢 可以稍微保留一点 哎 这个根 对 根部那个地方 嗯 那么它的香味还是比较浓的 的确 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 有点疑虑吧 疑虑什么 你看香春有亚硝酸盐 嗯 然后还有很多人一到春天 就得想着吃这一口 是 也就是不光是为着这个清香味 也觉得它是不是吃完之后 嗯 能有一个调理的作用 有有调理 嗯 那么最起码呢 它是清热解毒的 嗯 那么春天呢 我们需要清热解毒 哎 有很多人说吃香春摆病除 嗯 也就是说 呃 咱们春天呢 容易沾染的一些脏病 嗯 比如说出去 你都出去玩 可能会碰到很多这种 细菌啊 病毒啊 香春呢 能够有消炎的作用 嗯 所以吃它 很多病就离得挺远了 的确 那其实啊 处理香春 千万别忘了 现在吃好水 不然压条蒜盐吃进去 对身体就不好了 对 好 这边呢 大厨既然说啊 是香春炸壁管鱼 我看大厨呢 已经将壁管鱼呢 改好刀了 对 都是这么大的壁管鱼 大厨呢 给它改成一小片一小片的 嗯 之前呢 我们把头都去掉了 嗯 我们只用 头也有 头也有 头也有吗 有一些头 有一些头 内脏去掉 内脏去掉 嗯 内脏去掉 这样呢 我们的胆固醇 就会少了很多 那就不用太担忧了 是吧 那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嗯 加点盐 一会儿要炸它吧 要炸它 好 来点盐 好 稍微来一点料酒 料酒要碰一点的 嗯 盐海鲜 去去它的这个海腥味 放上一个鸡蛋 可是挺创意的啊 的确 的确 我们很少用炸香春的时候 放这个壁管鱼 而且呢 这个壁管鱼啊 还加了一个鸡蛋 全蛋还是 全蛋 这个加鸡蛋 主要是为了怎么样 让它这个糊吧 吃起来更腿更香 您就用一颗 这是大概几个壁管鱼 这这些壁管鱼吧 就是一斤 一斤壁管鱼 配上一颗完整的鸡蛋 就可以了 放点面粉 就用面粉就行 嗯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很疑虑啊 大厨有的时候用面粉 做这个炸的糊 炸的糊 电粉 有的时候还要掺一些 电粉 它俩是什么比例呢 面粉和电粉 嗯 它这个比例吧 面粉可以稍微多一点 面粉 6比4吧 面 6是面粉 4是淀粉 我觉得大厨 咱这个汁水要两个一起配着用 是有考虑的 对 因为那个光用淀粉吧 口感不好 淀粉硬 淀粉是硬的 就是淀粉它能够喷 炸出来的这边 它碎 很容易就碎了 比较硬 吃起来不是说那个酥软的 光用面粉吧 它又太软了 哦 就是寻找一种中和 既不是特别脆 也不是特别软 对 最后又脆 又软了 6比4 的确 这个香春直接给它调在我们的户里 哎 杂出来颜色很好看 绿 香春是绿的 嗯 你这个炸出来之后 是那种笔管表面有一层 绿绿的头层 是香春层 对 那这个还真的切得得碎一点 哎 不然的话它挂不住这么多 哎 哦 那那个头就不能要了 嗯 根筋太粗老 粗老 放到里面就不好吃了 颗粒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细的嫩芽的部位 这样炸出来颜色也好看 哎 这道菜真是够有创意的 你看大厨啊 今天跟我们调的这个外面这个糊润有点特别 不仅用到了面粉 还用到了淀粉 还下上一个鸡蛋 嗯 然后呢 加香春了 对 这样呢 它这个 咱们吃待会儿油炸的这个笔管鱼呢 就有香春的这个香味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 炸海鲜 会有点油腻的 但好像是有香春 应该能有点解腻的那个感觉 嗯 因为它纤维比较多 而且呢 吃这道菜非常开胃 它本身就是健脾开胃的香春 所以呢 我们吃完以后呢 肯定很开胃的 哎 那今天我们这个油温是在什么程度 再把我们今天已经上好了糊的笔管鱼放进去 五成热 五成热 嗯 就是中度的一个油温了 嗯 大叔您告诉我们 五成热你一般都怎么辨别呢 因为这个手那么湿一下行吗 手摸一摸 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放在这个手吧 把力由两公分 两米英米左右的时候 两米是烤熟了 嗯 热了 开始烤熟了 哎呦 这时候现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是不是 已经很烤熟了 手泡在那个位置就有这个热气啊 气冒出来 来往这个手面上铺的 嗯 一个一个的 再放下去 一个一看 放下去把它取泡 嗯 这说明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这个油温还真是挺低的 你看 刚给它放进去啊 不是说那种高油温那种特别猛烈的开始炸 高油温嘛 而是那东西之后 小泡最后飘起来 高油温它容易 颜色不好看 到时候容易糊 容易糊 哦 看大厨下的也挺慢的 的确 那其实我觉得大厨 咱今天这个香春的量 是不是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 你可以让整个鼻管鱼表面全是绿的 全是绿的 我感觉香春多一点好像能好吃 的确 我曾经吃过一道菜就是油炸香春芽 就是香春芽呢 裹点面糊 然后直接炸 那个味道呢也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好 如果全是香春的话 鼻管鱼的鲜就没了 因为你看香春多强味啊 有的时候你拌凉菜 你就觉得它和豆腐在一块拌啊 吃不出豆香味了 只有那个香春 它很生猛那种食材 好 给它放进去 大厨这样来回炸 其实我觉得炸鼻管鱼不用太久吧 不用太久 炸到什么程度 咱就觉得啥 炸成金黄色 金黄色 也行 好 来回这样炸着 这道菜的搭配呢 是海鲜配着香春鼻管鱼 对 老师刚才您告诉我们啊 说这个豆腐加香春 是补钙的食堂菜 是补钙降火的 清热降火的食材 那这个香春还和什么搭配 是推荐给大家的 香春和鸡蛋搭配是最好的 这里面有鸡蛋 对 我们刚才呢也是放了一个鸡蛋 就是我们直接在家里切成末 做那个香春炒鸡蛋也很好 因为这个香春呢比较凉性一点 而且呢味道比较强 相反呢咱们的鸡蛋是最柔和的 非常百搭的一种食材 我和您说实话 别人都很合 您说这两道菜 一个是香春拌豆腐 一个是香春炒鸡蛋 这就是我们家吃香春的唯一的两种方式 两种方式 对 最简单的 但今天好在大叔 也是最搭的 就是大叔又教我们两种 也还是很搭的 是 但是养养上呢也是非常好的 咱们香春鸡蛋呢 它们营养很互搭 一个很强 一个很中和 很柔和 所以吸收起来的就比较好 没错 它还真是好 就像这些什么韭菜啊 之类的这种菜 有那种浓重的个人魅力 个人魅力的 就要跟鸡蛋这种合适老 放到一起 对 平和的 温补作用的 和豆腐这种平静一点 对 是 没错 没错 好 这边大叔您炸好了 没有 那您给它捞出来干嘛 再复炸一下 要复炸的 现在是熟了 这第一遍要炸到什么程度 大叔 这个外皮是复了 定型了 它里面就熟了 但是它不脆 有一个大卷了 你也好像脆 现在这个是软的 那个外面那层 薄薄的面皮 因为油温让它升高 油温在升高 这个温度在降温 让它们突然加热 外面会很脆 里面很嫩 第二边复炸 对 复炸的时候 要多大的油温比较好 要在七成热 七成热 你一会儿放一点 你看 就很猛烈了 七八八响 七成热 就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高温温复炸 你看 这才是真正猛火的感觉 刚才我们觉得好平静 这样一点一点往里面炸 这次还真正好看出点油温菜的感觉 很精彩 很激烈的在锅中活跃着 而且更色的 比刚才要更黄一些 大叔这次复炸 这样大概我看你就20秒钟 很短的时间 这次我们听它倒的时候都听到砰砰的那种空空的声音了 好 现在你听到小声了 OK 你看 烹烹的 复炸 真是有效果 把油控干 好 OK 现在正式的出锅 别说这道菜 孩子们会超喜欢的 我个人会发现 生活中很多小孩子不太喜欢吃香春 对 孩子不是很喜欢吃 香春它有苦头 小孩不喜欢吃特别醒味的 有苦味的东西 没错 而且比较刺激 比如说芹菜 胡萝卜 小孩都不是很爱吃 尤其是我们这种鼻果 小孩是很喜欢的 比较硬 而且有一定的口感 所以这道菜 如果小孩子吃起来应该很高兴 孩子难以抵抗他的诱惑的 我们三个依旧 闻起来的味道超香的 尝一下 香春味很香 外面很脆 比较鱼很嫩很鲜 消失的香味 这道菜是让你觉得很意外的一种味道 因为它这个咸嗣嗣的感觉 配上它外面那层面皮 特别特别的有自由味 而里面是很嫩很嫩的 那个比较鱼的肉 我觉得这道菜 其实我如果要是做的话 会选择再多放一点香春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它 喜欢吃可以多次再放一下 对 我感觉香春味的 稍微少了一点 太少 要是香春能裹的更满一点 比这个鱿鱼的味道 就更好了 香春味的味道 放多了容易糊的 香春多了糊 容易苦 对对对 香春味的苦味是没法演出的 有道理 看来我和顾老师属于是重口味的人 重口味我比较喜欢苦 就是其实这个味 是这种淡淡的就像茶香的那种 很轻薄 但是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海鲜 加上香春的清香 很棒的一道菜 其实今天这两道菜 看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都是很简单的家常菜 如果说这个时节 你不吃香春 你不好好地用这种方法做的话 有点小遗憾 是没错 想吃试试 而且时令的时候 咱们这个香春吃了以后 对我们的活药机体 提高自己的抵抗力 没错 会有好处的 一年最好的季节 三月八吃春芽 我们今天算是正儿八经的 想了这个福的 那么如果说电视机前面的你 想吃春芽 不如借鉴一下今天 刘大厨带来这两种非常好的方式 谢谢刘大厨忙了一阵 谢谢您刘厨 也谢谢郭老师 最后我们节目 谢谢您 感谢您的守候 感谢圣斯特橱柜 感谢这门卡德宝陶锅 感谢袖垂庄严 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商 青岛胡锡花的 公发小炸花生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健康新吃的 本周当家菜 不见不散咯 拜拜